欢迎来到低炭煮食系列 大家好,我是坑叔 大家好,我是宝姐 宝姐,我想问你 平时你家里会做糕点吗? 会呀 我也会 不过有个问题很麻烦 因为做糕点会剩下很多材料 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放心吧 今天我们就来教大家煮一个自制银针粉 我们煮银针粉的材料有凳面 木薯粉 盐 粉水 肉碎 还有凳面是用来制造萝卜糕的主要材料 木薯粉可以制造黄金糕 这样又可以减少厨余 现在我们将粉加点盐 搅匀 然后放在盘里面 撞进去滚水 这样就快速完成了 你真是说得对了 很多未吃完的食物 去了堆填区之后 就产生了很多地球暖化的气体 而且我们由选材烹调食用以至清理 都要细心考虑减废 再用循环再食三个原则 嗯 对了 我告诉你 我自己也为了新鲜的食材 就不买太多在家 免得储存得多 一来又浪费食物 二来又浪费地方 我现在把粉团搅拌至粉条状 先把粉团搅拌至粉团 先把粉团搅拌至粉团 先搅拌至粉团 再多切两条 好 接着呢 搅拌 你先搅拌 你先搅拌 是否整条银针粉 这条像是萝卜银针粉 我先把粉团搅拌至粉团 把粉团搅拌至粉团 再加上材料就可以了 很丰富 有肉碎 虾米 冬菇 葱花 干葱 冬菜都有 麻烦你帮我拿虾米浸淋 麻烦 我再搅拌一下 我现在倒入银针粉 好了 搅拌 银针粉熟了 然后呢 我捞起它 捞起它 捞起它 就拿去过冷河 因为银针粉一定要过冷河 才爽好吃 捞起它 就拿去过冷河 寶姐 你平时怎么处理 快过期的食材 哎呀 我每个月 就会整理一下厨柜 将快到期的食材 加入内食店 可以减少浪费 好了 我现在先爆香冬菜 冬菜 蝦米 对了 冬菇 最重要是加入肉碎 对了 加入肉碎 之后呢 炒香它 真的很香 但我要提醒你 刚才你又说 经常买新鲜食材 你记得多些用环保袋 还有要杜绝 即器餐具 或者智葵餐具 你放心吧 我会用多些环保袋 我现在就加上汤 倒入上汤 现在倒银针粉 再倒入冬菜 哇 好多料 是的 这样滚了 就可以捞起它 是的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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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搞定 哇 好棒啊 搞到我立刻想尝一口 不过呢 就看到你这个银针粉 又令我想起你一口 很好吃的菜 什么 椰萝卜 哎 正啊 我很喜欢吃的 哇 你也喜欢啊 那就对了 可以慢慢做多些 就放在冰箱里 每天都有得吃 先教大家 如何做 椰萝卜 当然要萝卜 但是记住 萝卜要批皮 不要黏地吃 批皮之后 大家可以把它处理 切成粒状 我这里就切了粒状 当然 如果你想切片状 丝状 这个没所谓 不过我喜欢 就是口感好些 切粒 是啊 其实现在将食物 反为加工 再加一些创意 变成其他的菜式 一来可以减少厨余 二来又可以增加食物的存放期 你真的说得对 好似萝卜 刚刚当组 那我们买多些时令食材 那我们不可以 顺从大自然的生态循环 又不用地球另一面 老远地 将不合时令的食材 运来这里 增加碳足跡 令到温室效应恶化 千万不要啊 先说回我们 切了粒之后 大家记住 加些盐 液一下 咬一下它 那作用就会 把苦结味 等半个小时 等半个小时之后 大家留意 看到了 有些水出来 水要倒掉 然后再用干净的水 洗一下 不过很重要的步骤 你洗完之后 一定要把它晾干水 吸干这些萝卜 接着呢 到最后一个步骤 寶姐 由你来 让我骗你 把这些 晾干水的萝卜 放进去 依次 加糖 醋 加些水 就腌它 做好之后 要放入冰箱 冰两天之后 就可以吃了 我现在学会怎么做消息 我饭要立刻做你吃 记住 低碳生活 无难度 你我 做得到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